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请王芳 王伟涅 演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实力是天津卫视大型展 互动参画节目 你看谁来了的演播现场 欢迎大家 今天的来到节目现场 真是一位实力派 其实一转眼 我感觉他都出道这么多年了 在我的心中 她还是一个小女孩 是的 因为女生女生 超级女生 是的 当时超级女生中 走出来一个又一个 大家喜欢的歌手 其中有一个名字 就被大家特别熟悉 而且粉丝无数 他就叫纪敏佳 那么敏佳这么多年 其实我们看到 他一直风采依旧在唱歌 到底生活中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 来了解他 从默默无闻 到大放地彩 从年少青涩 到如今成熟舞 准备 有什么样的 对 怎么样 那是 对 你 谢谢大家 我爱你 谢谢 方姐你好 你好 欢迎 欢迎 这个你的姓是纪律的纪对吧 对 其实这个字在姓中的读纪吧 对 但是生活中有人怪你叫吉敏家吗 没有 没有 那个如果是叫吉敏家的话 那我们叫纪晓兰 可能就要重新去定义她了 对 对 你们家是才子 吉小孩 我们老纪家就是 老纪家挺厉害的 老纪家就是出文艺方面的人比较多 是吧 还有叫吉什么的 吉连海 对 吉连海 对 敏家其实当年2005年的时候 可以说那一届的超级女生呢 是改变了你人生命运的一个比赛 但我今天才知道 其实在前一年你已经参加过了 对吗 对参加了两届 她是哪一年开始的 我都没有印象了 太早了 04年 就第一届你就参加了 对第一届就去了 那个时候你就是专业歌手了 对吗 那个时候我一直都是专业歌手 那个时候我是在唱美声 唱美声的时候 那后来就转的 你还学过美声 唱了十年的美声 你能唱一句吗 我听一下你唱美声什么样的 来推点推点她的话筒啊 这不知道啊 你这可以唱 那我唱一个 都不用推话筒 都不用推话筒 对 很标准 很标准 天哪 太好了亲爱的 我真的觉得比你唱那个流行 很好听的感觉 当你唱流行也很好啊 其实你你后来发现 所有后来流行唱的特别好的 你去了解去吧 曾经都有美声的训练 对 她对声带的控制 或者说对声音的保护 或者说对音乐处理的能力 她一般人 你看你在哪里长大的 我在四川成都 成都 成都人 我是崭州的成都人 你没有发现 结果那个超级女生 好像都是成都的 所以你们几个 好像好几个是成都的吧 对 比到最后我们就是 就是除了周比畅 不是成都的 然后我们都基本上说四川话 所以我就觉着 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啊 这一黄眼 从05年到今天 18年过去了 太可怕了 就在我的心中啊 就吉米家还是一个 就真的小孩 我感觉啊 一黄眼 哇 就是18年过去了 咱们就再小 这也得奔四以上了 对吧 就再小也得 20年了 对快20年过去了 是这样的 所以这20年来 我觉得她也是走过了一条 很不平凡的路啊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 先给大家唱首歌好不好 可以 可以 今天唱什么歌 唱那个 我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 名字叫《我们的太空》 哇 还在一首歌 我现在唱首歌 我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 我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 是这样的 我们再唱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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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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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么多的见到你 是不是因为你去部队有关系 这个也有关系 因为我08年的时候 就正式光荣地加入了空军的队伍 然后就一直在空振文工团 就到了团体里面 肯定还是要遵守团里面的一些规章制度 你要到哪里去都要上报嘛 要请假 我刚刚看到一个视频 就是在一个大的雪地里 你给战士们唱歌 是这样的地方你去了很多吗 我觉得这样的地方应该是家常便饭 你还记得就是去的最远的地方 或者最艰苦的地方是哪里吗 我记得就是要么就是我不能说哪里 但是我只能说是在沙漠上 或者是在高原上 高原上 一般来说 有的地方呢可能比较隆重 大礼堂里 大家听你们唱歌 有的地方是不是就几个战士坐在听你们唱啊 对 就是这样的 我记得我当时是去 去雷达站的时候 那个时候去雷达站 然后就两个人一只狗 我觉得在这个山上 好像就是他们两个相依为命了 然后看到我来了 就是我们空中文工团的这个 宋温暖来了 文艺队宋温暖来了 然后而且看到的是我 哎呀我是吉林家吗 然后就就热泪满面 然后我有参加过那种 八万人的巡回 全国巡回演唱会 就这样的演唱会 这种的舞台是家常便饭 但是有谁能够知道 我为了两个人 翻山越岭 去给他们唱歌 我都能想象到 因为敏家她也是一个 比较感性的女孩子 我能够感觉到 就她当时往那一站那种心情 你会不会回来久久不能平静 会啊 因为我会把我自己 带入他们的生活 就把自己幻想成他们 就是没有我们的这些战友们 为祖国占这些岗 那谁来保卫我们的平安呢 说的真的太好了 是的 所以我觉得 我经常会觉得我自己非常遗憾 一生中没有一个当兵的 这样的一个履历啊 我觉得你们就真的很幸运 因为你看超女那么多女孩子 最终走到部队 其实没有几个人 但是你很幸运 而且呢是在空正的这个大舞台上 这个 这个是在高原上吗 这个是在 有高反吗 这个 就是有高反 他这个地方啊 就是你会觉得耳朵快冻掉了 耳朵太快冻掉了 在这个冰天雪地里面还能唱歌 不觉得还在啊 不觉得麻木了 麻木了 然后我们要在这个冰天雪地里面 要去挖一个洞 然后就是做那个灶 然后煮面吃 你在这儿唱歌的时候被冻成那样 你会跑掉吗 不会 不会跑掉 我就稍微一冷我就跑 稍微一热我也跑 这什么好意 我能自己控制 我能自己控制我的状态 我自己能自己 这主要是个能力问题 我也能 我也能 好 来吧 此时此刻 三座神秘嘉宾 已分别在三个房间中准备就绪 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 大来宾能否一猜几种顺利过关呢 今天呢 我们对面有三个房间 你的好朋友都来了 您想先见哪一位 要不中间吧 二号是吧 二号 好 您有五次提问的机会 问他问题 来 第一个问题 你是我的战友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仁 称娅宩O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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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 está看得下来的 感谢观看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二号房间 我好紧张 好紧张 看谁来了 答错了 掌声拥起龙恬青老师 歌唱家童铁心 与吉敏家是战友 是同事 是朋友 二人许久未见 今日同台 会带来怎样的故事呢 童老师应该是 你的老前辈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我们团是德高望重的 我无论从军龄工作的年龄 到团里的时间 都应该算 没到老前辈吧 也是前辈那打 前辈 前辈 你当时去空正的时候 跟那个童老师熟吗 当时 那不熟 不熟 完全是偶像级 偶像级 但是我经常会在一些 演出里面碰到 那个童老师 就没有想过 会有一天 就是在空正里面 成为同事 一个单位同坐 那个听说你跟他们家 有一个亲戚还挺熟的 儿媳妇是不是 对 跟我儿媳妇 儿子他们都挺熟 因为他们毕竟年龄差不多 这长辈啊 我怎么觉得咱 咱这大哥呀 怎么就给你这 都成长辈了呢 叫哥也 也可以 我还是叫童老师 这是我们很尊敬的人 关系不一样 因为事实上 一个时间段里头 我让他跑两趟 我是不好意思的 你是年轻一点的 那你怎么没找刘和刚呢 这找了 刘和刚说 他要第三个出来 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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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童老师 您的印象中 敏家是个什么样的姑娘呀 敏家是 您是不是前辈 你就多说点问题吧 说在她的声音 很浑厚 对 对吧 然后呢 也是有点偏中音 那个感觉啊 挺厚的 比一般的通书歌 很厚 就是你一听见中音 然后呢 我一听到中音这种声音呢 就感觉跟我也差不多 属于那种 一家人 对 不太健谈 我第一 就最早 健谈跟在团里 你也不健谈呢 我也不健谈 然后 反正那你俩坐一块 可麻烦了 对啊 肯定是不健谈 你还别说 那种声音浑厚的人 好像不怎么爱说话 是吧 反应慢 是吗 偏中音的人反应慢 我说我怎么反应 所以所以你总唱南高音 哈哈哈 还咋是唱京剧呢 是吧 嗨 然后我觉得她就是 但是她内心的那个 小宇宙能量挺大 就是感觉 谁都 感觉 感觉 她hold不住的 感觉她 她很自信 在业务上 我也觉着 就她在舞台上一站 对 就感觉那舞台 就是她的 就真的是那样 发光 啵啵啵啵啵啵 就那种感觉 而且她在台上的发光 确实是跟她的 实力水平表现的 跟她整体的感觉 是一致的 声音 像我们发光 主要是靠杂唬 就是 就先把场子 先给弄热了再去 她那发光 她管我问你 我唱的好坏 反正我是 先把这架势支了上 然后就唱 唱的不管是好坏 反正就敢唱 就那您评价一下 王老师唱的 到底怎么样呢 王老师好紧张 严格地说不怎么样 你不是不让我说好听的吗 对 最近 这些很多年也不见了 然后演唱的曲目 那个跨度非常大 什么人的他也 他都唱 到他这都有一定的 刚才他唱美声 对 老好了 他肯定是有美声的基础 是 他要唱西洋红 迟钝不上言谈 就是学美声的状态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定下来的 我们都是那样发光 但是现在呢 他属于 完全变了 我感觉 在那个电视上 那个也善谈了 而且会说了 自媒体 说得特别好 然后 最重要的 我觉得他的演唱技术 他的声音的跨度 非常的大 技术也很娴熟 什么样的作品 都能够驾驭 请你 什么样的作品 都能够驾驭 请你唱两句 夕阳红 谢谢 最美不过西洋红 温馨有从容 西洋是万开的花 西洋是春天的酒 西洋是迟到的爱 西洋是温柔的情 多少情爱 花作一遍西洋 请原唱 请原唱评价一下 你看他声音多棒 对 这就漏了 那个学美声的底子了 你看他的用气 他的声音 那种厚度 一般演员没有 所以他是有这个底子的 有底子 对 而且他的音色 有点 乍一听 有点像女中音 一般的人 他是个假女中音 他是 其实个假女中音 也不叫 他主要是学的 就是往高音上走了 游戏唱 唱童书歌 你看他 我注意他 在网上唱了一首 印象特别深的 一个改编了的 卡丘沙 是吧 对 里面有很多 类似于小花枪 那种东西 音域非常 跨度非常大 他都能演绎 所以你看 咱这老前辈 多重视你 我 其实我挺幸运 我挺幸运 就是我很感恩 生活 然后能够让我有今天 拥有这个才能 有这个技术 还能有这样的艺术家 能够给我的 这样的评价 对呀 大家能够站在一起 关键童老师多忙啊 然后他还一直在看你 来来来 帮我们合张照片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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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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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用 江苏 因为秀那个收费站 但是把他 吃了 现在也有人 我们说 把把衣服 在一起 然后呢 本来是 他们的接触 因为我们 我觉得他 这个开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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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都在可能和不可能之间 那是韩红吧 韩红老师 那么三号房间中到底是谁啊 让我们拭目以待 五四三二一 请帮我打开三号房间 我觉得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小姐会吃的往前一点 你看谁来了 答错了 你看他是谁 来 掌声有请 哎呦 我的真好 依红远与吉敏佳曾经是战友 是闺蜜 二人经常一起演出 生活中也是经常一起聚会吃饭 今日同台会带来怎样的故事呢 这是我们团的第五代江姐 依红远 这个红媒赞 对呀 红媒赞 实力派 又是实力派 实力派 对呀 因为我好久没见了 对 以前我还经常约饭 是啊 因为节目只有邀请 我不能告诉你 我邀请他们保披 至少有一两年没见了 差不多吧 不 没有 没有 还要久一点 对 对 因为我们那个 而且他也是被另外一个人给陷害的 说是我实在去不了 我给你找一个人吧 要不我怎么认识他呢 对 对 本来 就我们这次帮你找这些嘉宾吧 大家都想来 你的朋友太多了 但是呢 这应该是你们之前的战友中 关系非常好的吧 对 确实 以前我们经常在一起约饭 然后而且 依红远 他在我印象中 他唱歌唱得非常的好 就是能够精确到细节 我就在我印象中 听明歌唱歌 每次我都要拿他出来做案例 我听到别人唱明歌 我就说 那个依红远唱歌啊 就是人家就是唱得非常有细节 你是依吧 依 对 你找个人叫依红远 依红远 我就叫依红远啊 对 连他自己姓都念不对 非对 对呀 那个时候 在你的印象中 金敏佳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呀 她性格很阳光 然后很真诚 因为平时就是 我觉得就是 她在她人生中 就是成名最高光的时刻 选择到部队 选择到了部队 对 去卫兵服务 而且我们每一场的这个下部队演出 说实话 都是非常辛苦的 当然 然后她这个 在这个下部队的任务中啊 每次都完成得非常的出色 你们俩一块下过部队吗 我们经常 经常啊 有住过一起吗 也经常 经常去 是吗 对 所以这是 算是闺蜜级别的人了 那个时候 对 所以什么 什么样的感情都比不过赞友情 对呀 对 而且 但你们竟然这么长时间不见面 说明你不行啊 不是 这塑料姐妹花 是啊 因为已经 各自有各自的生活 那个时候 她 都单身 是吧 都单身 天天混在一起玩 天天混在一起玩 就没有带孩子的交路 所以就是现在就没有时间聚了 对吗 对 很少 但是经常联系 经常联系 但是可能一起聚的时候 就比较少一些了 你们俩是谁先到部队的 我 她先 我是05年到空争的 05 你是09 09年 08年 08年 我来部队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 红远啊 我就觉得 她应该叫红远老师吧 为什么呢 她会给人一种 非常庄重的感觉 所以是 第五代江姐呀 嗯 那个 我说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呢 而我喜欢 看新闻联播 你看电视吗 看 看什么的 新闻联播 所以她说话 就跟新闻联播一样 天哪 这个你去看过 她的江姐吗 现场 看过呀 唱得特好 是吧 能给我们唱一句吗 我们听一下 我来唱 她们唱好最像 来来来来 快 她经常 你看你看 她唱江姐 跟别人唱江姐 有什么不一样 别人唱江姐 但她是这样唱的 吸口气 爱着热泪笑红旗 心又要把笑红旗 就是 我怎么觉得 不是 因为我唱得很像我自己 因为她的跟别人的感觉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要生气 那个针一定要是针落到地上 汤落到地上 那个头发丝的声音 要听得到 这就是高手 跟一般人唱歌的区别 我的妈呀 所以我来原版唱一下 我就觉得话是不是这样 我都不好意思 没事 香儿长 真儿蜜 含着热泪笑红旗 笑呀笑红旗 哎呦这马爷 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太好听了 太好了 这就是 她每一次都能够震撼到我 因为都是在特别安静的时候 她要唱 大家都鸦雀 我都特别安静 就是现在还去唱这个歌剧吗 对一直在演 因为原来这部剧 是我们空振文公团创作演出的 从07年 国家大剧院落成 进行第五次复牌 产生的我们这一代 叫第五代江姐 到空振文公团撤销之后呢 因为我们也各自脱下军装 转业了 我转到了中国歌剧舞剧院 那现在这部剧正好也落户在了中国歌剧舞剧院 所以你还在演 我再继续传承 继续演 不是你下次你能不能请我跟王老师去看一看呢 必须的 对吧 一定 我再给你讲个大花送上去 下次我要去看 再看 再看 我们几个一块啊 对 组个团 现在其实更讲究就是互相对接 就是不是一个团的人 但组在一起演一个东西 对 这是特别上座的 如果你们团要请到我 我估计你们团 夏年的那个收入啊 各方面能提高一个党 对 严富之高 对 我长得那么像 和暗徒 其实你们一起去下 下部队的时候 他刚刚说 说有个战士特别感动他 你会不会也记得这样的诗啊 我们一起下部队的时候 其实难忘的故事很多 有趣的故事也不少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 敏家呢 是属于每次下部队都特别受战士们欢迎 那肯定 然后有一次呢 我们的这个演出的节目有时长的要求 就是规定这场晚会 必须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 那也就是规定我们每个演员 最多两首歌 不能抄 最多两首歌 但是平时你知道他下部队 每一个四首五首根本下不来台 不是说他自己不想下 是战士们根本就呼喊声 呐喊声 尖叫声 他根本就下不来 然后我们说 如有特殊情况 看郑伟首饰 我们郑伟坐在观众席 然后当他唱完第二首歌的时候 战士们啊 就这个欢呼啊掌声就不停 然后他现在就在想 下还是不下呢 然后就看郑伟了 然后郑伟 三 然后他明白了 好的 谢谢战友们 那我们下次再见 走了 他理解为是 OK可以了 我已经OK了 就是当时眼神环不到位 对 人家是给你第三首 然后郑伟在下面 第三首 下去了 我以为是 嗯很OK OK了 OK了 你怎么那么动啊 有的动 要是我就再翻上来 我没有看清楚 郑伟的手势 从来一遍 但是可以想象 战友们特别喜欢你 特别喜欢他 嗯 可以想象啊 那一段青春岁月 是大家呢 就真的是这一生中 就不可能再有的一段日子了 对 它简单 它单纯吧 对 二十多岁 每个人只有 那么一段 二十多岁的时间 嗯 因为真的是 不可能有反乘列车 来张张向 何张扬 来来来 刚才我们说了半天 这宏远啊 真的是实力派 那既然今天来了 也给我们带来一首歌 好吗 谢谢大家 我曾经是草叶上的潇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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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做着长长长长的梦 哦 啊 日出日落 啊 啊 啊 飞翔的神秘 我不再是草野山的小小小小游 长大却因为呀 美美美美的梦 啊 腐朽变深情 啊 飞在火丛中 啊 飞在火丛中 看我破坚强地 看我无子情地 我是灰灰的花多马尘水的 好运就行 好运就行 啊 看我破坚强地 看我无恶不停 哪怕只火上三天 我眼有罪 不放爱情 你敢不放爱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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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